大家好 陪着阿娥来到环保站做环保 时时提醒她与人互动 这是志工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协助她住进康复之家才有的成果 她把我从家里面 就是以前生活比较不像人一样的生活 变成来到康复之家之后 就变成比较有一个规律性的生活 阿娥患有身心障碍 把自己封闭在家里阴暗脏乱的空间 志工不断陪伴 发现她有看书的习惯 就送她此季月刊 她会看完书跟我分享 我也分享说 现在设计不调 是因为全球暖化 要减碳 她都知道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一起做环保 学习环保 学习分类 让头脑更清楚 认识更多的东西 现在的阿娥有空就来做环保 这里的志工都很照顾她 虽然偶尔还是会闹情绪 但是志工很包容 因为她们明白阿娥正努力的 让自己越来越好 大家请问佩真正瑞萍 台南报道